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中国这两天出现的铺天盖地的 非常热闹的抢盐大战 抢盐 这个也是跟中国的官方宣传 关于福岛核电站处理水的问题 引起民间的恐慌,大家去抢盐 那么我先说说 我昨天在推特上写的一个小小的顺口溜 我是这么写的 抢盐大战的主力群体 他们是春天他们爱上树 夏天他们占商铺 秋天早早穿毛裤 冬天挤满挂号处 世道煎熬惊悚无奈 抢为天下先的韭菜 黄泉拨弄人间孽寨 至仙卷为敬的一代 这个呢,我也不是讽刺挖苦 这些中老年人,尤其是年龄大的 因为现在在中国就有这种现象 那么我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三种原因 而且现在这种抢盐的趋势 也不光是在中国发生 也开始渗透和波及到海外 现在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我也看到很多网友在发 也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跑那去抢购盐 一个呢,是他觉得可能会我们也缺少 就是说盐可能也供应不够 还有一批是专门做代购的 在代购的这批人 还包括韩国人 因为韩国本身是海盐居多 所以韩国人去抢购盐 中国人一听,韩国人也抢购,那我们也去吧 所以在海外的韩国裔和华裔 现在都去抢 有这种现象,不是说大面积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衍生到海外来了 那么就来聊聊 关于抢购这种东西的背景的因素 那么先说 这次的抢盐的原因和出现 其实是跟2011年那次是一模一样 2011年是当时福岛发生地震 日本发生海啸 所以当时就有一些民间的大明白 大专家出来说 怎样面对核辐射、核泄漏 这个有问题 就提到一个点片 吃这个点片能防这个东西 所以民间就闻风而动 一听喊点的东西 当时就抢海带、抢点酒 后来老百姓发现 这个盐有啊 含点的盐 吃盐也行 好家伙就去抢这些盐 造成了盐的短缺 那么造成盐短缺之后 别人买不到了 一看盐没了 那我也去吧 就产生了次生灾害 第二波人又上去继续抢 所以盐就不够了 那么这次呢 中国政府一宣传福岛核电站 又散布这种恐怖言论 造成民间的恐慌 又想起那件事来了 又得买盐 呼噜呼噜全跑上去了 昨天我看很多视频发的 非常的又搞笑 又可怜 又可悲 真是笑着笑着 也是觉得非常的酸涩 中国人真也挺不容易的 那么呢 我总结了 有三大因素 造成这种中国人的这种抢购 那么历史上形成的呢 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流传下来的 像我爷爷奶奶 我父母那一代人 他们是经历过计划经济 物资短缺 限量供应 所以很多东西就要靠抢 你不抢就没有 抢不到 没了 所以就得去抢 那个时候 计划经济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呢 就是后来呢 又出现了第二种因素 就是政府失信 塔西托陷阱 就是塔西托陷阱 那就是政府和民间互相不信任 政府一说什么 民间就反着想 民间一有什么动作 政府就打压 所以这个叫塔西托陷阱 政府失信 政府失信呢 当时主要是这种价格调控造成的 我小时候也经历过 我也去干过这种事 当时呢 我是印象挺深 小学四年级 当时是这个在天津 我们住在一个叫火丹 火丹这种形式呢 就是说 就是说你住的这个单元房啊 几家共用一个卫生间啊 共用一个厨房 我们当时有个邻居老太太张奶奶 那天下午我没课啊 在家没上课 是星期二啊 还是星期几 反正就是没课的那个下午啊 然后张奶奶 哎呦 冒着大汗啊 大概也是春天五六月份啊 天已经开始热了满头大汗的 我说小红就你自己在家啊 你妈妈呢 我说我妈上班啊 没回来 哎呦 现在赶快赶快去吧 现在卖油呢 我说卖油 我说我不知道啊 哎呀行行 宝贝来奶奶给你点钱 他先借给我钱 我身上没有钱 你这我家里有桶 你找着你妈妈那个油瓶子 赶快到处的油瓶子 赶快去买 不买来不及了 赶快去 我也不知道啥事 我说这个 哎呀你不懂 赶快赶快赶快 就我就跟着吸了呼噜的 这张奶奶领着我 就赶快到那个小区那那那那那下边啊 有一个一个大的一个三轮车呀 还是什么车啊 里头有那么一个大的像汽油桶似的很大的一个桶 然后他有那种加油的设备 一的堆着我一看老头老太太 和我拿着油瓶子塑料桶啊 一的堆着已经排满了 张奶奶说你就站我这站我这 你站我前边站这就在这排着 哎呦 排了一个多小时也没闹明白啥事 反正人家说跟张买就买呗 呃 老奶奶说这应该错不了啊 就跟着一块去了 其实后来我才闹明白啊 说好像副食品要涨价 然后呢 大家都出来抢购这油 买油 我就滴着油回家 等我妈下班跟他解释 张奶奶这买的 怎么我妈说是吗 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跟张老太太 哎呀 这看见你们好家 您不在家 您都不知道这事啊 那第一次跟着一块去也抢购过 也参与过 后来的大点呢 也参加过一些家里没有老奶奶 他们也抢购 抢购呢 就让我们去干活 搬搬扛扛 搬过什么东西我忘了 反正也是抢购的这些副食品一类的 要不就是酱油啊 就是什么玩意的啊 跟着就去干活去啊 反正小时候有过这种啊 这个政府失心 然后价格调控 这种这种去干活的 还有第三类的因素呢 是属于民间猜想过分解读 其实这次啊 抢购的盐啊 就属于民间猜想过分解读啊 就是说很多专家和大明白说啊 吃这个点咱们怎么样 一帮人就觉得这盐里边有点啊 得去买啊 抢购啊 大量的去抢购 所以这种这种行为呢 其实呢 属于这种主动抢 这种主动抢呢 是来自于他自己啊 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啊 觉得这事儿行啊 这事儿准啊 必须得去抢 他们抢完之后呢 其实就出现了第二批人继续跟上 第二批人呢 就是这种恐慌性购买啊 恐慌性采购 恐慌性呢 在美国疫情刚发的时候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其实这属于社会学的问题了 就是第二批啊 他并不是跟政策有关系 第二批呢 叫Panic Buying 美国这个说法 就是说呢 大家都去买一种东西的时候 他就造成这种东西抢购性的去买 然后就供应链没有了 比如当时我看过一些报道 就美国为什么发生卫生纸啊 这个这个这个厕所用的卷纸啊 手指卫生纸短缺 当时呢 就是说呢 平时这个卫生纸的供应呢 是非常正常的 正常家庭和个人的消费呢 就每周啊或者说几周啊买一次 所以呢 超市和商场的这个供应链呢 都算好的 我没必要囤积那么多 我的库存就是合理有效的这个数字 但是当时呢 是因为美国很多地方要lock down啊 就要这个在家 在家呢 很多人觉得哎呀 那我得买一点生活用品 这个卫生纸是肯定要用的 这也买那也买呢 突然一下这货架子就没了 没了就造成第二批人恐慌性的去买 就更买不到了啊 所以当时美国也挺逗 出现了好多在网上去问啊 怎么卫生纸没了 还有人的分享怎样去制造卫生纸啊 拿报纸啊拿杂志啊怎样去手工做成 你在卫生间可以用的卫生纸啊 也挺逗的 所以这就属于这种羊群效应 就是说别人都去你不去 你就觉得你落后了 哎呦你看也没有了 那那怎么办呢 我也是补救性的被动性的 我得去抢购一下啊 网上有一些视频 我曾经看过挺有意思 就是做了一个实验 弄了二三十个人 从一个陌生的一个小的小巷子里面 像小胡同里面面对一个普通人走过来 然后这个人呢 这边呢是一个人啊 他他不知道这个游戏他们在干什么 他面对这些人走过去 这二三十个人靠近他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喊口号啊 就是要趴下 这二三十人在你身边 哇突然就趴在地上 你突然这个人不知道游戏规则 怎么回事啊 你也跟着趴在地上 就特别搞笑 就是他发现哎呦怎么都趴下了 我不趴下不对吧 他赶快就趴下 所以他就是说就是这种羊群效应造成的 那么在中国人的这种骨子里的这种抢购 尤其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啊 这一代人 他们的抢购呢 是深到骨子里 在美国呢 我也遇到过很多 就是他们习惯性的这种抢购 再举两个例子 就是说这种政府造成的塔西托陷阱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你比如说像这个医保 疫情刚开放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这个医保资金可以去取 上海呀各大城市就出现排大队 老头老太太领不着钱 就造成恐慌 其实当时政府是给了一个 我记得是给了一个区间啊 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还是说9月1号之前都能取 很多人就报复性的恐慌性的去排大队 去取啊就害怕 其实就是因为政府没有信用啊 民间不相信你说的话 所以我先把这事办了再说 包括疫情刚解禁的时候 能够开放办护照 你看这北京上海多少人去排队办护照 为什么 怕你政策变 怕你明天又改口了 所以我现在赶快去排队 从疫情那个角度就能看得出来 你想当时很多人没有先见之明 深深的挨了铁拳 就是包括上海和哪些城市都说 我们不会封控 我们不会封控 反复的讲不会封控 我们大城市 结果怕给你来个封控 那么那些先知先觉的大明白 你看当时你看 我就不相信他吧 我就囤了物资了 我就采购了好多东西放在家里 你看救命了吧 你看你们就觉得没事 你们就觉得不可能 结果你们没东西吃了吧 没东西喝了吧 他深深的受了教训 所以疫情之后一开放 说能办护照 能领医保卡了 领医保金了 全去 就这个 那么当时天津也有过 就这种刺成灾害 也会造成政府和民间的这种斗智斗勇 在一几年 1516年 我大概印象 1516年 当时天津出台了一个摇号买车的政策 但是天津人都传说要有 民间这种传说特别多 传说可能要有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结果天津市政府怕出了一个一纸公告 我们明天就要执行怎么样 根本不给民间时间 为什么 就怕你们去造成市场的恐慌和混乱 所以我先把这口一堵上 我告诉你明天我就就就就就要执行了 所以好多人大半夜啊 两三点 我看到朋友圈在那 说当年天津那个小汽车 夏立汽车啊 很旧很破的 夏立汽车都几万块钱 甚至十几万卖出去 为什么他要那牌照 我得要那个 我得要这指标啊 后来就不行了 所以你这个这种东西 你政策的摇摆不定啊 这个晃来晃去 就使得民间的没有安全感 其实呢 归根结底还是这种塔西托陷阱 那么这里面呢 还会产生很多的次生灾害 一个呢 是老年人第一批先去抢 然后年轻人呢 因为这个panic buying啊 恐慌性购买 造成物资没了 那我也得去抢 我也去买吧 然后又造成 这种情况又会出现 政府的赶快出手去打压 因为可能肯定民间就会出现了倒买倒卖 内幕交易 所以你看最近 今天刚有的新闻 海南市场监督局 广东市场监督局 山西 广西 江西等地都出台 说这个针对互相串通 操纵市场价格 造成价格波动较大的上涨行为 要处于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吊销营业执照 就是说你这个民间出现这么大的恐慌 就一定这帮商人想出来办法 我得去干 我得去弄 所以弄得现在 包括海外这帮干代购的 也闻风而动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的这些 这些人也在超市里大量的抢购 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往回忌 所以现在也开始动起来了 反正中国一弄啥事呢 跟他有关系的这帮海外代购 先知先觉的大明白 都得先动起来 我先囤一批货再说 那么在他们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大叔大妈们 确实这种抢的这种习惯呢 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入心入魂入脑的这种 比如说呢 我在美国碰接这些旅游团 大叔大妈 他们就有一种习惯性的抢 你比如说这个抢门票 你在一个地方 你说我们去看那个瀑布 坐瀑布游船 去看大瀑布 在那个巴弗罗 你看那个瀑布 游船一人一张票都买好的 然后我就讲这个注意事项 咱们到船上怎么样 好 那么我把这个船票发一下 呼拉抄一堆人 前后左右 你这脸周围啊 就全是手 站好队不行吗 这又不是说限量供应 每人都有你抢啥 这就是习惯 第一个大娘上来 马上第二个 第三个小跑一溜过来 那边还照着巷 就过来不知道啥事 可千万别把我拉下 全把我围上 好家伙 老外离的远远的看的都很奇怪啊 因为周围什么没什么人呢 那船上一上去 能坐一百多人的船啊 上头可能救我们这大叔大妈二十多位啊 就这也在抢 那他就习惯 他习惯了啊 到酒店抢房卡也是 你一发房卡啊 讲好注意事项啊 咱们这个房卡翻一下 哇全把你包上 整个大厅一个人没有 新建的酒店 房间有的是 两人一房间啊 都是他按定额来的 谁也少不了 但是哗都抢啊 就好像先抢先得 似的 他就是这种习惯动作了 包括当时呢 就是抢那个酒店的名片啊 也特逗给酒店吓坏了 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啊 这个我们这个这个 当时在一个酒店啊 就是经常发生啊 这种事儿 就是我拿的酒店房卡 跟那些大叔大妈说啊 我说这个咱们拿一个房卡 这上面有酒店的名字 地址电话 你如果在周围呢 逛街啊 散步啊 去哪儿 你如果说迷路了 找不到了 你给警察也好 给周围的这个路过的这些人 或者你叫出租车 都可以啊 给出租车司机看 我要去这儿啊 这张名片上写着呢 哎 你一人得拿一张啊 这个有备无换 好 就是大大叔大妈一听 哇 围上来啊 直接就把人家的 签头柜台 扇形包围 那服务员质往后退 这干什么 就中国人的这些排队呢 扇形包围啊 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 他不是直线 哗给你包上啊 大厅里一个人没有 你们干什么 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直往后退啊 然后说他们那个酒店的名片 哦 拿出来一张 可能还差几张不够 还举着手 就拍着人家那个签台 人家感觉快进去拿 那经理都出来 这是干什么 把我叫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要干什么 我说他拿酒店房卡 人家不理解 他为什么酒店房卡 至于这么紧张吗 弄的那经理自己拿过来看他 我这上次说什么 他自己觉得很奇怪 瞬间也觉得自己的房卡 也很珍贵了 就特别逗啊 就这些场景啊 那么包括在公交车上 这个抢座 大家也都有过 还有这个我们像旅游团啊 50座的大巴车 将近50座的那20个人 大叔大妈上去 也得哎呀 我未上车 也得我先上 你后上的 我天一痛急 我现在座位有的是 您挤啥呀 我还跟他们讲啊 所以这种东西呢 是一种习惯动作 就是遇到共享资源的这种事儿 我如果落后了 那可不行 所以呢 他们就是一种信奉啊 这种抢为天下先 先卷为精 只要我比你快 我不能落在后面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骨子里啊 印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行为当中 但是年轻人好很多 你看我带一些中青年啊 还有留学生啊 这些孩子不是留学生 这个夏令营的孩子们 就会好很多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 物资 物资匮乏的年代 所以他们呢 对这种需要抢啊 才能获得资源的这种 没有切身的体会啊 当然这里面呢 这件事啊 这个抢颜大战呢 其实也是中国政府呢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其实是一个这么一个典型 他本来想搞一个政治修啊 这件事的起因呢 也就是因为跟那日本的关系不好啊 因为现在日本韩国跟美国呢 组成了一个铁三角啊 你们关系走太东太太近 而且日本呢 其实日资撤出了中国有很多啊 但是现在你说这私生灾害 你搞了这么一个事儿 其实福岛这件事情 从我三四三月份回国的时候 我当时就看到 新闻上一直在讲这个福岛 我当时不翻墙嘛 我有一段时间啊 就回国看新闻 第二个呢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枪击案啊 主要就是国外全乱套啊 日本就胡作非为 主要是这么一些抨击的方方法 所以你洗脑洗了这么长时间 你现在出现这种问题 也就会有此生灾害 还有我看到那些直播带货啊 做本地海鲜的 做那些什么潮汕啊 什么福建啊 沿海啊 卖什么带鱼啊 卖什么海鲜的 人家直播的 被网友上头骂啊 就这个卖海鲜的都受很大影响 所以你说你这个搞这个事情 你就是自己啊 就完全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就毁了很多的行业 包括在国内有一大批做日本风格的这些店 做日餐的 那么现在呢 也都说了 我们那些日本来的那些鱼呢 其实不是啊 你们不要认为真是日本的 不是啊 怎么样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典型 就中国人啊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 去抢购啊 去这个靠抢为生啊 抢为天下先 这种方式 好吧 今天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